大家好,我是曹哥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蚂蚁上树 这样做出来精灵剔透,非常的香 吃起来也特别的入味 今天我就把详细方法分享给大家 让你在家也做出饭店的味道 这种味道绝对不输给大酒店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要准备把红薯混条 往粉条里面加入一勺食印盐 倒满刚烧好的开水 把红薯混条给它烫一下 加点食印盐能快速的把红薯混条泡发 而且还能入个底味 开水加进来之后用筷子将它搅灌一下 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就是准备一块瘦肉 把瘦肉切薄一些 做蚂蚁上树肯定少不了瘦肉 瘦肉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丝 最后剁成肉末 尽量给它剁细一些 越细越好 炒出来也特别的香 肉末剁好之后倒入碗中备用 接着往肉末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撒入少量的胡椒粉增香 再来一勺芝麻香油 然后用手将它抓拌一下 抓拌均匀 提前将肉末腌制一下 这样炒出来就非常的入味 而且也特别的香 如果肉末不腌制好的话 炒出来就没有那种香味 抓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些大扇子 切成薄片 蒜末我们尽量给它切薄一些 最后剁成蒜末 蒜末切得越香 炒出来就越香 蒜末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去了皮的生姜 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全部切好之后 和蒜末放在一起 喜欢吃辣的 再准备几个小米椒 把它切成小圈 如果不喜欢吃辣 可以放成菜椒 小米椒切好之后 倒入碗中备用 想要蚂蚁山树炒得好吃 那肯定少不了香葱 把葱白和葱叶分开切 葱白切成小段 切好之后 和小米椒放在一起 葱叶把它切成葱花 全部切好之后 也倒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我们的粉条也泡好了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粉条硬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了 千万不能硬水煮 然后将粉条困水放到大碗中 接下来往粉条里面 加入一点老粗上色 再撒上少量的胡椒粉 一点点食用盐 再来一点小茂香油 然后用筷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提前将粉丝给它入个底味 这样炒出来的粉条就特别的香 而且吃起来的味道也非常的好 搅拌均匀之后 先放一旁备用 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 把肉末放入锅中 把肉末快速的翻炒 将它炒香炒熟 把肉末完全炒至变色 而且肉末一定要给它炒熟 这样吃起来就非常的香了 炒香之后 再把姜蒜末小米辣放入锅中 开大火快速的翻炒 将它们炒出香味 炒出辣味 所有的配料炒香之后 再把粉条也加进来 继续开大火翻炒 把所有的粉条炒至入味 亲爱的朋友们 视频你都看到这里了 如果我的视频给你有帮助的话 就动动您发色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呗 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粉条下锅之后 我们要开大火翻炒 让所有的配菜渗透到粉条里面 这样做出来就特别的香了 我们在炒粉条的时候 所有的调料都不要加了 因为我们肉也是腌制的 而且粉条也腌制过 如果再放调料的话 就不好吃了 现在我们的粉条就特别的入味了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再把我们的葱花也加进来 快速的将它翻炒均匀 哇 真的是太香了 这样炒出来的粉条特别的香 而且味道也非常的十足 吃起来特别的入味 葱花放进来 翻炒个七八秒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一道特别入味又好吃的 蚂蚁上树就这样制作好了 将它存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按照我这个方法 做出来的蚂蚁上树 比饭店里面的还要好吃 主要是自己做的干净又卫生 如果吃饭没有胃口的时候 做上这么一盘 让你胃口大增 好了 话不多说了 如果大家也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留言哦 关注我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我们下个视频